好 切換一下畫面喔 3 2 1 好 那各位要使用Google表單 直接你進到那個Google首頁之後 在它上面這一這一排黑色的地方 直接更多的地方點一下 它會出現雲端硬碟 那各位點進來之後 這個地方就是你的資料夾 這地方是你的資料夾 那你可以在這邊 這邊可以選擇你資料夾的內 就是檢視的方式 看是要像這樣有看得到那個頁面 然後這是資料夾 或是說像條狀式的 就是像那個檔案總管這樣條狀式的 都可以選 好 這個是它的 就是你的資料夾是放在這裡面 那如果說你要新增一個檔案的話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按新增 然後這裡表單 這上面是這個就是Word 這是Excel資料表 這個就是PowerPoint的 所以以後不需要再用到那個盜版的Office 直接來這邊用合法的 雖然它的功能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我相信各位老師也不會用到Office那些很貴的功能 大概這些功能是夠用的 好 那所以各位就到這邊 更多這裡有一個表單 請各位新增一個表單 這樣會不會太慢 好可惜 好! 好! 感谢观看